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就感觉到真的不是一件事情它的问题 而在于我们产生的焦虑不来自于这个事情本身 而是来自于我们对它的反应 那么我们对这件事的反应如何 造成了我们对这个时间的焦虑程度也好 或者是愉悦程度也好 那么同样一件事情 当你特别想去做它的时候 或者说满怀信心很正向的时候 你所找到的同样一件事情 你所找到的意义全部都是好的 没有问题 可以让你如果说陷入到一个不是很好的状态 当然这种不好的状态这种不确定性 你也不知道从哪里来 人就有的时候就这么发生了 那么同样的一件事情 你就可以找到它无数的 你可以否定它的地方 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就是被自己的思维所困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成为了自己的囚徒 我今天早上也很感谢听了梵灯读书的这个思维的囚徒 这个书的道徒 那么给了我有很多的解脱 前几天也是 我就是对自己所选择的这个事也有所怀疑 应该是这样子 那么觉得自己也花了大量的时间 大量的精力 就觉得如此巨大的付出 它的意义在哪里 当然它有很好的意义 那么在我发生这个情绪之前 我一直在于很好的情绪里 就这件事一定是有很有名 可是当你的思维一旦陷入了一个对立面的时候 这件事所呈现出来 就截然不同的面貌 所以说给我们带来困扰的不是 你所选择的或者你所发生的 是没发生的那一件事本身 而是你对它的反应 那么是我们对它的反应困住了 当一个人在一个比较低落 或者说一个觉得自己是在大物当中行走 你觉得你好像看得见 你有感觉看不见 然后你的态度也不是很积极 但是好像也没有特别积极 那么这个时候我该怎样去调整自己 那也就是说我今天听到 天灯的这个思维的囚徒 我突然之间就觉得 我最近其实就陷在这个 自我囚禁的这个过程当中 当然我知道我会破解它 我也知道我会在原来的这个基础上升华 我会在说服自己 但如何说服自己如何升华 其实这就是一个自我提高的过程 那么从自我囚禁到自我解禁的这么一个过程 我觉得这个寻求 还有这个内在的变化就非常有意义 那么我就想 为什么会陷入这样的一个囚禁的状态 自我囚禁的状态 你可能会听到某些资讯 或者是你和朋友聊 你抓取到的它的一些信息 造成了你心中本身就有疑惑的 那个一部分的它的一个互相呼应 就比如说你心里可能有一些不良的一个 对你所做的事 或者对你发生的 生命发生的这个事 你其实有一些不良的反应 但是呢 不是很明显 可是当别人跟你讲 当然他不是 他并不知道你的问题 他也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 而是他自然的讲述 或者说你听到了一些什么样的资讯 他里面的某一点内容 点燃和引爆了你内心的问题 OK 其实人家跟你讲的话 包括那本书所所产生的一个目标 都跟你的不良的反应是没有关系的 你不需要用别人来为你自己的问题负责任 对吧 任何的问题 无论是真相 无论是反相 心理负担 囚禁 全部来自于自己 那我就在这个当中在问 和我们该如何的自我解脱自己 怎么样解禁自己 那今天我听到一个非常好的信息 就是说 我为什么要怀疑自己所做的事情 我为什么要囚禁自己 就是我评价这件事的标准 非常单一和有限制 比如说自己曾经做的什么工作 你感到很劳累啊 你感到很付出啊 哎呀 但是你再看看你自己的所得 你就觉得哇 这个事情 对吗 你会感到一阵不愉快 感觉自己不值得 但是真的不值得吗 不值得不是因为这件事真的不值得 而是因为你衡量它的标准 你仅仅是用一个金钱 或者一个物质化的收益来衡量它 当然了 我们很多时候是需要这样衡量 但是呢 也有很多情况是属于我们自寻烦恼 就是说 那件事可能根本就没有问题 但是当你自己感到劳累 或者你的生活 其他的平衡 你自己没有做好的时候 你就拿这件事来做提罪药 我觉得很有意思啊 就是自我囚禁 真的是 真的就是 不是世界 不是任何事件囚禁你 而是你自己 对自己的一个约束 就是说 你发现这个事情 你不可以去批评这个事情 我选择这事不好 我做这工作不好 那不是这样 而是你对他的那个不良的反应 囚禁了 是吧 哎 我发现这个以后 我就豁然开了 我就觉得 所以我选择做的事情 其实没有问题 而是我对他的反应 不良好 对我自己造成了关火 那么这个反应不良 也来自于我的单一的衡量标准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收入也好 或者一些记得目标也好 他可能在短期里 没有办法兑现 那么你就用这个单一的标准 去衡量那个事情的时候 他从这个角度 或者在这个早期 你这个事情 事业开展的时候 他确实是 在处在一个弱势的状态 可是我也是问自己 那么在我追求这件事的过程当中 我是不是得到了很多 我说是 我真的得到很多 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 内心的一些满足啊 激励啊 然后也因为它完全是个新的领域 就比如说我现在做视频 这个事 也是一样 就从目前来说 看不到什么回报 我仅仅就是坐在这里 说自己的感受 但是有没有观众 当然我愿意有观众 但是实际上 有没有观众 是跟我自我成长 是没有关系的 这个观众在 还是不在 我的自我成长 并不因为 这个舒适率 会停止 对吧 那么现在我一下子 就感觉忽然开朗 就是说 我拿到了一把钥匙 我就刚才突然发现 我拿到了一把钥匙 就是把囚禁的自己 给解禁出来 给解放出来 当我们发现 有件事比较沮丧的时候 我们要看一看 我们对他的那个评价 是不是太过单一 而这个单一的这个标准 是不是确实是非常局限 比如说 有一个高尔夫球 专业球手 他因为也是 生活的一些变故 要去做球童 可是呢 生活的转换 他要去为别人服务 去捡球啊 或者物类的这个工作 那他对自己就讲 我以前是要给别人付小费的 可是呢 现在我去拿别人的小费 多好啊 听到这个故事 我实际上就笑了 人真的是自寻烦恼 我觉得 一件事情 实际上如果我们 从中立的角度看 它可以没有意义 可以有意义 这全然在于 我们对它的反应 一件事的面太多了 一百种人 有一百种看法 但是如果 你想要 对它做出负面的反应 你一定可以找到 再愉快的事情 你也可以找到 但是如果说 你要选择它正向的意义的话 你也一定会找到 所以呢 我今天的分享就在这里 我们要掌握 打开自己 囚禁自己的这把钥匙 在我们的思维陷入到 一个不良的状态的时候 我们要解救自己 不要让自己在里面陷太深 但是我不反对 我们在一种状态陷 因为你如果不在 那个特定的那种状态里面 你就拿不到 解决它的办法 所以我们其实进入 陷到一个问题里 再出来是一个特别好的 一个过程 就是说我拿到了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那么感谢大家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不要忘了点赞订阅 加开小铃铛 我们下次再见